然后神煞是怎么用的 就知道它这都是分不开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明天希望大家耐点寂寞 我把十二将神 十二贵人 十二掌僧 还有十二剑心 很快再过一遍 还有神煞 再过一遍 过一遍以后 后天再接着讲克林 因为你老是讲克林 像听故事 你听不懂 你回去 我们就还给你 现在我们非常的懂 好像很厉害 等下你一回去 我们就忘记了 又更厉害了 对 克林 这些东西 录像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录像里面可以都有东西 但是别往外传 别往外传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比较开放 但是 我们大陆上来的任何人 别给他们 糟糕 别给他们是有道理的 并不是我在大陆人保守 因为我讲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公开的 比如我讲这个 特别是像就你帮我弟弟 有人说出去 那就不好 说给他听了以后 咦 这家伙他妈抛外国在骂 抛外国在骂 抛外国在骂 那他比我 特别是我儿子 在里面的手下 这是很不好 其他讲可以讲 四骇冲贵人吗 四骇冲贵人 不是 贵人 它是一种十二神的层次 十二神 贵人 它是个虚的 它衣服在骇水上 衣服在骇水上 衬 衬在骇水上 衬在骇水上 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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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住了 衬在骇水上 全部都是以天盘的动向为主 对 它衬在上面 它这个实在的东西 它是虚的 它是天上那个 它是跳出三界外的层次 还是那样严重 没有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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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盘 这个盘叫天盘 也叫越将盘 什么叫将盘 方令相 将 元帅是 元帅是打仗的时候总指挥 将是冲锋陷阵的叫将 为什么叫越将 将是执行业 元帅 下命令 让你往东边打去 你就冲到东边去 让你去 打到西边 就打到西边 将者执行业 将就是执行的意思 将就是执行的意思 那我们看行年跟本命年也是以将断 对 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行年是这样的 行年一定要看行年的上神 因为上神才是将 当然是以下盘看上神 都重要 都重要 你比如说他 鬼是 赐火 赐火是他的年命 年命他既然上去了 他就不需要再看他上神 他就不需要再看他上神了 因为他持播上阵 他年命亲自上传了 最好就不要再看他上神 看上神也可以 伺候上神的卯木 卯木根据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没有 对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你就不看他 他那个持播上阵 他已经上去了 你就让他持播上阵 这个行年呢 行年也是 行年不是丑丑嘛 所以就看丑 行年 他也持播上阵了 而且他上了粗传 你就不要再看他的上神 如果没有就要看他 对 一般都看上神 为什么呢 上神是岳将盘 岳将 刚才说了 岳将的执行业 换句话就是说 没有上课 没有上传跟课的话 都是以地盘来看 地盘的命跟行年的上神 对 命也看 上神更要看 对 这个东西只可依惠 不可言传 大家这个文字上不好写出来 但是你理解就这样都对了 对 一定要看天盘的东西 天盘它是在动 在动的 天盘是动 地盘住进 进的是趴那儿不动 一定要看它上面那个东西 就是 地盘好非是我这个身体 我这一百多斤 动的东西是什么 是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是动的 比如说我在讲课 你老看我这一百多斤不起作用 是我的一百多斤在干什么呢 我这上边才起作用 我这上面在执行 我这胳膊腿在执行 所以一定要看胳膊腿 看脑袋 看我的思想 考学这个地方 明白了吗 因为在这讲课的人比较多 可能很多水平都比我高 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可能也讲过 是吧 可能刘柯尔老师可能也讲过这东西 有 如果没有上上床 有上四克呢 四克都是 天力盘是进的 四克也是进的 只有他是动的 他是动的 谁动的最厉害 脑大动的最厉害 舒服 对 测一个人的身体 你可以把它当成人的身体 这是头 这是胸腹 这是腿跟脚 刚才下午在来之前吃饭的时候 我们这大姐 她让我测试她的事 你开盘 三盘上 中传站是个玄武 墨传是个兄弟 这天盘我记错了 天盘是个什么东西 头上有问题 她熟吐的 噴瓷 噴瓷 她熟吐的当时在这 上面那个子水 噴瓷 腾蛇 昨天我说过 只要令到腾蛇 都跟神意有关 双性 对 只要令到腾蛇 就说明跟神 跟神经系统是有关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 并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 因为什么 木 对它子水的加持 木旺 木旺 它就磕什么 磕土 磕土就是脾胃 对 我会不好 一眼四次 胃风 为什么 胃酸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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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木被加持 被严重的加持它 加持了以后 它就一定要发泄 这个气往人流 一定往科普 往人流 会好吗 代表皮温 会好吗 会好啊 怎么会好 会好的 这个比我睡觉更年轻 所以说这就是行为风水的 腾蛇 我每次吃我们白肉 我应该不吃 喝咖啡 不可以喝咖啡 我没有咖啡茶 我没有咖啡茶 我一定喝咖啡茶 我一定喝咖啡茶 我没有咖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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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喝咖啡茶 我吃奥米饭 这个蛇 谁家的小孩半夜惊吓了 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就看腾蛇 谁说谁说 哎呀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目指 你别说 我来测测零功识 看蛇 就看腾蛇 就看腾蛇 蹭在哪一个地 蹭在哪个地 蹭在哪个地 然后它的阴神 它在坐下的神 掉到另外一个 对 你翻来覆去地看 它一定会告诉你什么事 刚才那个大姐 她临腾蛇 她临腾蛇 就睡眠一个问题 紫水 卯木 趁这个腾蛇 紫水行了卯木 卯木为正 卯木为正 正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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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卯木为阴 折水 折水为阳 今天这天是什么 就是又 就是又 又腿 今天是 丙臣 今天是丙臣 丙臣是吧 丙臣臣 丙臣臣 沐浴 这就是沐浴 沐浴 这就是沐浴 什么叫沐浴 沐浴 沐浴为暴露 暴露实在是什么 怎么讲 暴露是一个词 沐浴 掌身沐浴灌在灵犯地方摔病死沐绝胎 胎 紫水灵胎 胎跟沐浴到一块儿去的是什么意思 风寺 胎是 胎是 胎的时候肚子要拱起来 沐浴是暴露 拱起来暴露的地方就是脱脊胞 对吧 能定住这个项目吗 我说的刚才听懂了吧 胎就是肚子拱起来 这叫胎呀 腿上的 腿上这个部位也能拱起来的事 就是这样 这可以拱起来 膝盖拱起来 对对对 就是它 肚子拱起来的问题 一定有严震 只要是朱雀 严震 腿舍 在一起一定有严震 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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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 丰 丝 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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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要破那个像 他这个神 什么东西鬼神 他都要附着到某些东西上面 他要附着在他的上面 只要你把他破像 把他这个环境给他破掉 他就没有存在的地方了 没有存在的温床了 他就跳逃了 跳逃到了另外一个 那所有的剪刀法都不是有这种 不是 因人而赢 要看卦 对 要看盘 人家别人头发软了 跟豹子一样都没事 因人而异 因为是谁起了卦 那个刻就会 对 他印在谁的身上 可是我这个头发才三天而已 三天钟 被我看到的一瞬间 万物瞬间定位 老师你说 要使那个蛇跑掉的话 是破坏水的 还是头发变成直的 变成色形的 他这个头发就是成蛇 你看 把蛇这个形象把它破坏掉 对 把那个 只要这个像 把那个像破掉 就可以了 我说 昨天我说你那儿 那儿 有玻璃 上面有花纹 你把那个花纹破坏掉就行了 它不是花纹 它是 就是土耳 土耳 有蛋花 对 土耳 不管是什么土耳 它是土耳 但是我家确实有这个玻璃 但是它不在东北方 它在正北方 正北方 你用罗盘打一下 可能 我知道是在对方 在北方是吧 后面 后面 你一定那儿还有 你那儿办公室 一定办公室也是家 对 办公室也是家 因为它有公家 大陆上叫公家私家 都叫家 工作的环境 就是一句话 工作的环境 就是工作生活的环境 有些人还有几个家 你能说哪个家 哪个家很迷 大陆上现在很迷 你用诚 都 你用诚 只要成功的人 你看一抓一个探官 人家说一百多个女人 十多个女人 你看都出来了 他不是一个家 他有时候问我 万一好多人 哎 找个手 你是我哪个家呀 他就自然地告诉你 他家很多 我说哪个家都多 但是存在的方式不一样 你那儿有牡丹花 第二家肯定不是牡丹花 可能是个像牡丹花一样的 或者是什么中国节之类的 它一定不是同样的东西 你必要是硬套 哎呦 你说这家是 我那个家是牡丹花 我这个第二家 我一定是牡丹花 你说的不对 那就错了 那不可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休息一下 老师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说 把它破坏了解决 那好像刚才说 那个没有孩子的 那个就没有办法 他是这样 他得有没有办法 是什么 他上了船了 上了船了 上了船了的东西 一定会出现 首先他丑 从他下边 刻他的东西上来了 上船了 第二 破他的东西 也上来了 没法改变 他现在已经怕他的处分了 用那个耕廷 那个农村的 用那个托派机 都已经耕了 师傅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想恢复也没有 恢复不了了 就是说 用个不该说的话 这就是二求 你不管他当多大会儿 你就是国家主席 你得主人的 得失去的亲人的尊重 也不该说 他有这样的职位 也为什么未想到自己的主性的坟 上天让他这么干的 他傻了 一瞬间 三杯毛料一灌进去 开始就说大话 我亲自带头 说出来的话 他也不能不履行 一履行 他就有个傻帽 其实他的能位也是不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运策 上天一定会这样的惩罚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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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